拿着割草机在农田里穿梭 完全不使用任何化学除草剂 全都用人工的方式除去砸草 为了让土地有效使用 台中县政府推出友善耕作辅导计划 目的是要让土地环境资源永续运用 更鼓励原乡地区的农友一同加入 我们是希望从友善开始 然后慢慢地达到有机的一些标准 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原住民 能够进来我们这个友善农耕的团体 大家一起来这样 对我们台中的环境会更加友善美好 土地友善耕种除了保护土地之外 也辅导农民慢慢转向有机农耕的标准 有农民表示朝向有机耕种虽然辛苦 但是只要好好利用对待土地 一定会得到土地的回报 这个友善耕种的计划 在我们原住民的部落来讲 是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好好对待我们的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它怎么会给我们很好的回报呢 做友善无赌 最重要就是你会找到你的健康 因为打农药真的现在的农药真的是会让你生病 农民认为能给社会大众一个安全无毒的食材 自己吃的也心安理得 这对土地消费者及生产者来说 绝对是一个商营的局面 记者物质台东言评达人采访报导